今天和客户通渠 这个升渠有什么问题呢 免费不到水 两边都是 一样 这里原本呢 做得不好的, 我已经排过了 做回斜位, 够斜 但是都 我做完之后呢, 就打算做完就通 这些情况通常都容易通 但是都通不到 打开这里通不到 因为去这里, 通常 通常呢, 如果一见到 环境呢, 它这里洞到喉上来 就会容易做些 但是, 又再曲曲 到墙身, 再在这里再曲 出来, 那就难做很多 现在多了几个曲 相信这个位 这个位呢, 会这样的 通常会在这里 这样过 在埋边有个曲 不过一个曲, 通常没什么问题 两个曲呢, 超过三个曲 这个曲就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那条 藤都没什么力的 那你这里呢, 那里有个曲 就没问题, 这里多一个曲 两个曲, 太贴密, 太贴密 都很难通的 一条藤转弯之后, 跟着手 再转弯, 就没力了 就会顶死 我猜这个位有两个曲, 很接近 还是死曲 为什么知道是死曲 因为这个曲的旧底 这个曲, 长生都是用死曲 如果用纯水曲, 就会做很多 或者到这里落到45度 派到墙 这里一个曲, 出外墙 这样做, 都容易通很多 我们看到外墙呢 右边那条就是升本去水 左边那条就是地台去水 右边那条就是地台去水 右边那条就是沿着墙 在墙场旁边一路过 接着墙就出外墙 应该屋里面只有一个曲 原生 现在呢, 点通也通不到 在这个位置 这条藤就没什么力 现在唯一办法呢, 就在这个柜子 撮开来, 找回这条后 做曲, 在明球这条上回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曲 是死曲来的 就很相信那些屋的 其他配件的全部都是死曲来的 一个师傅和一个师傅 做法的手势都是这样的 这些是死路来的 是没有回头的, 很难通的 新喉的时候呢, 就没问题 舊会用下, 两三年就开始失 你做两寸喉 三寸喉, 四寸喉都会失 因为油脂是这样的 特性就是这样的 放进去量度 大概这个位置做个记号 第一个曲 再对前, 第一个曲过了 就是这个位过不了 要不要离开有 六寸左右 可能那条喉在这个位置 那条喉可能在这个位置 大约在这个位置 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转窗, 转穿个柜 底板来看看什么环境 现在就转开了 就和我预计一样 有条去水喉在下面 寸半喉 这个是 这个是 都和我预计一样 这个是死曲 因为这里有一个曲 两个曲太近 就很难不通 它远一点 那条藤就可以转弯 因为这条藤一直在这里打圆 就过不了这个曲 我们看到这里 这条喉的颜色有些不同 是市面上买不到的 这条喉 我说这条喉是原装的 这里我们看到一条铜喉 是废了的, 是旧铜喉 即是以前的升盘位 都是这里 可能这里向上的 那师傅又似乎鬼 就把墙放进去 这样将来就很难通 其实贵里面的痕 可以的话尽量明厚 不要做那么多暗痕 因为 一定失去的 预计一定失去的 像这辆车一定会坏 预计要整的 一定要容易通 将来容易处理 因为 好像我的案件为例 二十几年都找我 一定要为自己将来留一条生路 这条铜喉 这条铜喉也叫做容易做些 因为上手师傅里面 全部都堆了泥头 没有银泥的 而且铜喉要小心点铜 因为 水喉是新造的 这条冷热水 可能那些师傅都是走这条铜走 所以 要轻力点铜 用一些顿点的泡水来铜 这条铜喉如果是原装的话 外出这条铜有个铜铜 这个位置 它发射商做 大多都是边铜铜 不会是死铜铜 不会是这样的死铜 这些死铜 只是装修师傅才用的 发射商不会用死铜 一定是边铜 这条铜铜 这个就是那个铜铜 塞了 一个小孔都没有 那之前那条铜铜通 应该是通到这个位置 应该是太多 太多的油脂 令到它通不到 因为有些很硬的 还有这条铜铜铜 很贴着地下 相信这条铜铜铜 不是很够 所以也容易积到油脂的 这条铜铜铜铜 这个位置我先塗一个 45度6 我打算塗2个45度 就可以做一个90度 打一打这个 45度6 现在就试一下 开通的通道 这些油膏都硬了 所以都很硬 要慢慢撩拦它 一串串的去 我预计大概通10尺 就可以出到外面了 现在都差不多20尺 应该出到出现大距 接着试一下沖沖水 看看是否去 去到的情况之下 才可以用通渠水 现在我倒两半下去 看看如何 大概30秒 有多热 再热水 沖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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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继续 然后整 just kidding 3.5分钟 放2 minute 先洗一下 dar 好滚 位置 满道 d 這個位置落個內插45度 這個位置窄的問題 放入隔器 最後這個位置 通渠位置扭回生口 因為過幾年又是塞的 接著這個洞我們拿回剛才梳出來的板 剛才鑿的時候特意留一些邊位 就不要鑿到貼 把邊位置扭著板 再接上玻璃膠 把陀融接著肉 、玻璃膠 、川妃 、玻璃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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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去到 可以接受 如果水一般的吸引水 關於水的汽水 第一級多汽水比較慢 因為汽水不夠偏 有些空氣和汽水搽起來 汽水溫也能夠偏大 如果一次過放水下去 汽水可以稍微把汽水掉 汽水就能夠偏大 把汽水使上來 右邊吐水 口氣不夠偏 或者做了一點失誤